嗨,歡迎回到我的天空之城 今天帶大家一起飛往被白雪覆蓋的城市 從我的視角降落在被冰雪覆蓋的跑道上 我們一起飛往冬天的Wonderland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Montreal 加拿大的11月中 秋天的落葉才剛結束 天氣急速地轉涼 我們過來Montreal的前一天 這裡下了一場累積十多公分的暴風雪 這場雪也是今年的第一場出雪 來得又快,雪的量也很多 讓很多沒有裝雪胎的人都卡在路上 導致很多交通的停擺 其實每年加拿大都一樣 第一場雪下下來之後 大家看到一堆車禍才會去乖乖地安裝雪胎 市政府也派出了很多的殘雪車 也在路上撒鹽和碎石頭 來讓打滑的路面有多一點摩擦力 機場呢,的故事又不一樣了 Montreal的跑道最常用的只有兩條 24左和24右 我們到達的時候呢 還是有下一點小雪 雖然機場有大量的殘雪車和除兵的裝置 但總不能把跑道完全關閉 抵達的時候 機場報告上還是顯示 跑道上有被雪和冰沙所覆蓋住 跑道的寬度呢 也因為被吹到跑道上的雪便宰了許多 這天的Montreal用的是24右來降落 那24左呢,用的是來起飛 24右的跑道有11000英尺 雖然跑道上有雪、有冰 但是這個長度,我們的飛機還是停的下來 飛機的輪胎呢,沒有特別的雪胎 一年四季都是同樣這一款 今天外面攝氏零下五度 可能是暴風雪過後的寧靜 今天的風呢,也很微弱 攝影機可能拍不到 但外面其實還下著一點小雪 視線也不是太好 平常天氣好的時候 我們現在飛機守在的位置 應該是已經可以看得到跑道了 當然,因為有儀表的幫助 慢慢地在一片白雪中找尋我們的冰雪王國 優美人 我會順見 現在小雪兒 與這裏再寧靜 然後有減少這裏 還是避難的 … 不足 … 我聽到過了 這裏 叫燈 就是 我在鏡頭裡面一直往後看飛機的翅膀 那是因為如果我們翅膀上有冰 那我們就得加快進場的速度 來保護飛機不會速度過低而失速 白雪中的城市像是被隔離的王國一樣 終於看到了被雪白包圍的黑色跑道 那讓我們一起降落在這個天然的大冰箱裡面吧 500 500 100 50 40 30 20 10 20 大家看到跑道上黑色一塊塊的,他們原本其實是白色的雪 但是被每一架飛機一次一次的壓過之後,就變成了薄冰 雖然雪帶來很多的麻煩,但是每一年的初雪還是覺得它很美 也希望聖誕節的時候,地面還是白色的,這樣才會有聖誕節的氣氛 那謝謝大家一起陪我飛,一起看到今年的第一場雪 那天空之城下次再見啦,掰掰